月頭記得加入PATREON,吃光整個月最好看的 今天一口氣就講兩支球隊的賽後評 這兩支球隊都是即將會決定他們能否入到今季歐聯決賽的球隊 包括萬成和皇馬,英超和西甲 將他們放在一起,除了因為有勾戰的情況之外 亦可以比較一下他們的踢法、戰術或效果 打歐聯四強次回合之前,萬成作水晶弓 都做了很多輪換 迪布尼、科登、馬列斯、戴亞斯這些重要的球員得到休息 而國家年紀大的球員都可以休息 不過這場球也挺有趣的 就是耶穌達、亞古魯的組合 然後兩邊進攻怎麼都不拉邊 例如史達寧和芬蘭托利斯很多時候都進入中間 整件事就十足利物浦對紐卡蘇的4-2-4結構 然後你又會見到萬成突然之間又變成利物浦 踢到整隊利物浦的樣子 沒有萬成DNA 踢出了利物浦單調的高空進攻 所以你就會明白 無論任何球隊 你只要球員的組合和結構的擺位是這樣的 萬成都會變成利物浦 也就是說你反過來想 如果你的位置、結構、擺位不同了 其實利物浦又可以變成萬成 是視乎你的組合和結構 利物浦贏不了紐卡蘇 但是在同一個結構底下 萬成贏到水晶弓的分別 就是利物浦的三叉擊屈不了機 但是亞古路就屈不了機 這個文迪長距離的地波傳中 其實跟明米明米都分別不大 都是相當難拿的 但是亞古路就拿得OK 而且來一個球不著地的射門屈機的射術入球 這樣就打開紀錄了 三叉擊不夠休息 金句屈不了機 但是亞古路今季休息充足 屈不了機 這個休息時間挺重要的 入第二球球就費倫托利斯一樣 都是因為他是夠休息、夠體能 軟射屈機 萬成這場賽事 解釋了利物浦的情況也挺有趣 反而水晶弓踢433 唐辛拉右邊的時候 試過上半場找到獲突 underlap插入禁區底線 破了密集 這個組織就更加像萬成 挺有趣的 不過如果我們再細心一點去看 萬成今天那兩個入球 你都會看到萬成真是辦不到利物浦 上半場用很多高波 真是沒什麼用的 是在做利物浦的戰術 但是完全辦不到利物浦的空中優勢 所以下半場那個明賣明賣入球 其實是地波來的 才可以入的 第二球的組織都是地波來的 就是說就算萬成是打利物浦的戰術都好 但是他們都不會利用到利物浦的高空屈機 他們都是用地波來屈機 所以萬成辦利物浦呢 是吃虧過利物浦辦萬成的 因為利物浦辦萬成就會有破密集的組織 而利物浦也可以做自己的高波屈機和地波屈機 利物浦做自己也可以做高波屈機和地波屈機 但是萬成辦利物浦就只有地波屈機 沒有高波屈機 也沒有破密集的組織 所以利物浦辦萬成就有好處 但是萬成辦利物浦就沒有好處 而且還很吃虧 所以就是說 上一季萬成辦利物浦成績不差 相反利物浦長期做自己偶然一兩場 辦萬成名拿英超冠軍 今季利物浦三季鐵人賽產生雙兵 朝做不回自己 而萬成季中開始做自己 又變回萬成拿英超冠軍 至於為什麼哥迪奧納今天又會玩亞軍戰術 我相信是因為他不想讓普哲天奴看到萬成的冠軍模式 你留意到現在萬成每次打歐聯之前都玩東西 對多蒙特第二回合之前 竟然在英超對列斯聯玩青道夫 輸了 今次對巴黎第二回合之前 他又玩亞軍模式 只不過對巴黎第一回合之前 他踢的英格蘭聯賽杯決賽 他就沒得玩 而現在哥迪奧納接受訪問都玩了心理戰 現在哥迪奧納就越來越會玩了 但另一邊的這個就是四強的分子 黃馬的教練斯丹 今次來到西甲的時候就被迫露了底 西甲主場對奧沙辛拿用了4231 被車路士看到的 現在黃馬在歐聯的情況落後著作客入球 車路士第二回合在主場有條件收縮保守 這個黃馬就算上半場還是433 但下半場有需要都要加進攻點到第四個 那怎樣都要玩4231 這個斯丹可能都會知道 就是他們去到歐聯緊要的關鍵的時候 他們都要踢回4231四個進攻點 但平時黃馬就很少訓練4231 所以就被迫在這一場西甲 用出來就是4231練下球 被車路士看到就露了底 不過我又想說 黃馬玩這個4231又不算玩得頑皮 雖然就是未能入球的 即是要搞到75分鐘才可以靠角球領先 第二球是學界形式的撞彩入球 卡斯米露就是空掉腳 反而變成射門入球 這個4231就贏得不夠說服力 但我會體諒他們今季都很少練4231 所以很多東西在摸索中 例如什麼時候起步入禁區 什麼時候留在邊線 不要那麼快入禁區 這些他們還是沉迷 但其實黃馬的4231組織層次又不是很低 即是還高過利物浦對著紐卡蘇的424 以及高過曼城對水晶宮的424 原因就是黃馬兩邊進攻點 會多些拉邊之外 他們的進攻中場夏薩特 做主角的能力 又真的好過發明爐和阿古魯 夏薩特今天打正選做主角的選擇 其實都正確的 因為夏薩特現在還有靈感男神的傳送 例如24分鐘的超美後腳 夏薩特這個超美後腳 就送了阿辛斯入禁區底線 可以地波全中破了密集 夏薩特做主角就幫到手 但夏薩特現在沒有了速度 你應該放在中間就不應該打邊線 我們看看發現下一場的斯丹 可能真的有時候有需要就會轉4231 就給夏薩特做主角 但兩個年紀大的中場 今天得到休息 所以上半場還是433 這個摩特利和這個卓奧斯會打 下半場才被夏薩特出來423日 不過說到黃馬後防線 就相當令人擔心 因為在西甲華拉尼半場又受傷 不知道出不出到 這個就是馬歇路在西甲64分鐘退下火線 是不是就是說留回馬歇路來對這個車路士 那是不是就是說文迪趕不及復出 這個左閘位就差很遠 這條黃馬後防線很不完整 如果你說米列圖拿祖 是搭著馬歇路奧迪奧蘇拿的話 這條後防線的實力是只有歐霸級數 是沒有歐聯級數的 那我相信這個時候黃馬的球迷 應該就很掛著利古朗和艾舒拉夫 接下來很快西甲那邊就進行巴塞對馬體會 那黃馬是會想巴塞贏這場球 還是想雙方打和了他角失兩分呢 Patreon那邊我們會研究一下策略 希望大家支持Patreon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